是蓝色的 他的这个名字叫做蓝色 他想问老师 他的这个柳顶 知道的这个蜜蜜是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几天前呢 就发现说蜜蜜这个问题 他的蜜蜜呢 我们一般的柳顶叶子 他可能稍微的稀释 但是他的蜜蜜 外缘呢 那浅浅有一种 有点点浅色 而且呢 他的蜜蜜里面呢 我们的蜜蜜就是被堵过 哇 堵的时候好像那个湿色 就是颜色有点点晕开 他的蜜蜜不是说变蜜蜜 就是比较这样 偏黄黄的 没有那么黄 就是有点点淡绿黄淡绿黄 想问问老师 他的蜜蜜到底他的蜜蜜呢 出了什么状况 其实这样听起来 我们可以稍微跟好朋友说一下 这个蜜蜜有这种 其实宝贝形容了 很专专的一个双蜜 这种东西 我们一般通常叫做柑橘的 这个慢性衰弱 在这个胸皮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形 就是说 你会看到他的蜜蜜 拿着稍微 蜜蜜蜜蜜 这种的一个感觉 这通常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 通常所谓的这个慢性衰弱 就是我们在说的这是一个双蜜 它不会造成这个感觉轮快速的一个 这个死亡 所以这是它慢慢慢慢 要稍微一年比一年少 但是就是说 这是一个双蜜蜜 双蜜蜜 双蜜蜜 就想到这种 這個貼車貼車那種說有消化這個水 去給他這個造氣 所以這個通常是有這種的 因為你最明顯去看到就是說 那個貼車會比較 軟 比較軟 這個通常都很 尤其剛開始不一定軟 第二次貼車就開始變軟 所以通常他看到就是我們紅 這貼車貼車這種情形 所以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是不是有這個情形 後來我們就是說寧可措殺 因為水塘的風滴 我們都在清明這塊 這塊的溫度慢慢漫步在衛生 有一點水分消化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 來做一個風滴 所以基本上我們不一定 去看到一個 這個算一定就是這個水塘 引起的一個這個慢性衰弱 但是這個想來說 我們資料 資料如果是看到這個情形的時候 的特殊 我們都會去幫他 先為水塘的這個所在第一 先來幫他做一個 這個處理 這是第一的這個部分 這處理水塘的時候就是說 因為你用的都是一些 其實是對水塘來說 它是控制它的成重 這個 所有的水塘以後 都是控制成重的這個 這個素目就是說 它軟 它現在這個讓你抬掉去 它軟的再出 軟的再出 再出一段時間 所以你不可能把它完全抬試 就是說 讓那個續溫減少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說 提高尤其這個資料 用一些這陣子 尤其上班 五月之前都 你如果最近他沒有用過水塘以後 我是建議說 可能是比較好 這通常是這樣 這陣子來的時候 都會相伴 相伴 相伴有一點 這個 就是說它的伴隨 有一點 很容易來改 三星就是我們 一般叫做利窟病 利窟病 這種它就是說 去感染到 這是系統性的一個 標籤翻紅 容易掉標籤 大吉尾 標籤變小 他剛才試的時候 尤其是營過的 但是 那些 鮮 那個鮮 會覺得很濃 很濃 很濃 那個鮮 不軟 很濃 你會看到 他鮮 由蜆 那些開始慢慢 脫色 很少缺霉 但是他就是 由重量 那個地方 先脫色 這種的特質 我們在看乾脂的利窟病 這種東西 其實我們因為系統性的解解病害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我們好朋友去幫他用藥 在用藥的時候 用藥 頭藥的東西 最重要就是維持微管素的暢通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用藥藥或是用藥藥 紅藥粉 藥藥 你幫他燒罐頭 你幫他燒罐頭 這種經驗 通常就比較容易 來控制住 大概是 有這種折返 這個折返 我們看到是這樣 這兩種病比較難處理 這算我們長期要去奮戰 就是說這兩種 我們長期要去控制的一個地方 但是這陣子 其實剛才跟我們條件朋友說的 都是幫你做一個提刺 不一定會遇到這種病 不一定會這樣 這個部分來說 有幾種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會發生這個競爭的時候 因為我們看到它 我們一定要開始去考慮 因為你 沒辦法一個 就是說去斷定 斷定說 它是什麼 一定是什麼 的一個 這個情形 所以這 得手 我們在這種風景裡面 都會跟我們聽眾朋友說 就是說你一定要先 尤其這陣子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提刺我們自己 因為這是一個 當期性 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去做的 這個酸糖 入鍋煤 然後 然後 這個 火水比較多 我們必須要 最重要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在6公斤的這個 這種 你一定要用 用什麼東西 這個 紅咖哩 濾化石 為什麼要用這個濾化石 它就是讓那個 控水 比較不容易 比較不容易 來把它引起 這個 這個 利庫病 為什麼有這種 效果 因為一定要紅咖哩 因為紅咖哩 就有一點點綠離子 有的人說這個 柑橘類是這個 對綠敏感 對綠敏感不是紀律作物 我們聽眾朋友一定要 比較敏感 它就是一個環圍裡面 但是這個環圍很大 超過這個環圍的時候 它就動不了 所以我們適當的 這個適用的時候 其實對甘結類是沒有影響 還有那個好處 如果用太多 就是像我們聽眾朋友說的 會比較勝負 是怎樣 這種情形 就比較容易來 這個發生 這個投手是這樣的 所以剛才說的這個 這個刷糖 跟這個刷糖 我們通常就是叫做慢性衰弱 這個利庫病 入國病 這是當期來 我們都會有可能的 對 都要去注意的一個 這個重點 所以這個可能 我們聽眾朋友 一定要稍微來 注意到 要做一個 這個 控制 其實這陣子 我要提醒我們聽眾朋友的 就是說 有時候 剛才那是當期控制 都要去做 但是這陣子我們要注意的 這陣子我們聽眾朋友的情形 就要去看 看那個效果在暗的 想要說 這個是不是在中 有一個地方 會稍微看到 有一個 一連一連 比較糟糕 一種情形 會糟糕 因為這陣子 我們很容易 對的是這個 碳區病 落後 現在三日 三日 他就 再來就是 高溫度濕 再來一個就是 這個 濕氣冬的時候 稍微落一個 讓三個日子 他就 拌生就走起來 所以這可能是 這陣子 我們也是要 這個 地基金 但是這通常 拌生 我們看得出來 但是這陣子 在糟糕 很多 因為有時候 他有夠的去 去糟糕 所以 剛才 去糕到 二彎 水柴 的消化油 糕 會這樣 打薄 去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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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中 我們很多好朋友 請問 這是什麼 情形態 那就是 優惠的時候 去掛 算 所以這陣子 如果有 糕糕 我們 我們 投手 感規理大概 就是 一個月 一遍 有了 就是說 正常的 這個 觀光 裡面 我們 只有 這個 節奏 但是 有時候 是 一個月 要 兩遍 這 兩遍 一遍 這種 的 一個 決定 都不是 我們照照 照 照鏡 白 跟我們說 下雨後 之後 我們去處理一下 不然下雨後 我們就 一五月 也沒關係 最重要就是 有一個保護 萬人下雨後 我們就 比較沒問題 所以這陣子 現在 尤其我們要集中 在 高溫 多思 高溫 德塞 尤其這陣子 尤其這陣子 這陣子 剛好 這個 紅 也要更進 還有一個 就是 高溫 所以這陣子 這陣子 不是一個月 一便 可能我們十天 十五天 看天氣 我們就要做條件 現在 慢慢 到比較涼 到八月 九月 比較不方便 或是 比較萬貴 到十月 可能 我們在買手 就不必 那麼嚴重 所以這陣子 如果沒落後 通常都沒什麼嚴重 如果沒落後 我們就要生日 這很容易 所以 我們聽眾朋友 這個問題 簡卻簡單 我們來幫你做一個回答 但是 這個要緊急 因為這個熱身 是都跟這個天氣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 對這個熱量 這陣子 尤其你的熱量 還要頂到熱身 所以 其實我們剛才在說 用這個熱骨盆 我們 我們在控制熱湯 控制熱湯 是一個全面性的 就是說 清零這家家 我們用熱湯油 上班 那時候 如果沒有用 這時候 你一定要用一次 用一次熱湯油 熱湯 要把它處理一下 如果有這個 比較濃縮的 有在忍耀的 這超過一種的 通常我們的懷疑 是不是已經有熱骨盆 因為這兩個條件很適合 這個沙灘和五分 差不多都會做回來 所以你 就稍微溫溫溫 你去拿一些紅咖哩 有人說要拿幾瓶 那沒有在玩幾瓶 如果有熱湯 就去拿 如果沒有熱湯 就跳過 因為 瓶流失掉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去掉這個瓶 我們如果土壤裡面有 食物的 硬質 還有這個氯理質 在裡面 這個瓶就比較不會 壓得比較嚴重 所以 就是這樣 這個處理的方式 這讓我們朋友先知道 因為 這種 東西 這就是靠我們平常 平常 可以好好來 做管理的一個重點 希望我們台灣朋友在這方面 你可以稍微來 注意到 這大概是這樣 這個情形 這個提供給你做參考 好